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今日举行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 为何说中非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定位集体提升 将如何书写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 为中非共逐梦想指明了什么方向 十大伙伴行动又将如何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 汇救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 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 我是黄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迎来了中非外交的高光时刻 今天上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举行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当中 对中国与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以及中非关系都做出了新的定位 这意味着什么 又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明确了什么样的方向与路径 峰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 中非将会如何构建新时代 全天候命运共同体 就这些话题 我们的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磊 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非洲研究所所长李文涛 欢迎两位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听一下多国人士 对于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的反响 初秋的北京 见证了中非友好关系史上 又一重要时刻 习近平主席 今天上午发表的精彩演讲 为我们描绘了中非合作的美好愿景 不仅重申了对非洲发展的坚定支持 也体现了中非之间的牢固友谊 我们对此感到无比振奋 对中非的光明未来充满期待 中非身后友谊穿越时空 跨越山海 从数十场中非领导人的双边活动 再到5号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等 多个多边活动 关系提升一词频繁出现 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议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到战略关系的未来充满期待 习主席在主旨在主旨讲话中提议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这对非洲大陆来说非常重要 期待中国分享更多成功经验 助力非洲进一步发展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兄弟 我们必须携手并进 共同为这次峰会指明的未来而努力 这将帮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 和获得良好发展机遇 我们来到中国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现代化经济 中非合作论坛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挑战 我们不需要从零开始 而是可以借鉴中国方案 从讲话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天的非洲人士 对于习主席讲话是高度的认可 对于现在中非的传统友谊 可以说是非常的赞赏 那么习主席在今天的这个主旨讲话当中 也指出了 经过近70年的辛勤的耕耘 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那黎先生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习主席关于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一个时期 而且现在是属于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想习主席定位的 现在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是对这么多年中非发展历程的 一个精确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说从新中国建立以来 到70年代的话 中非关系更多是政治驱动 我们讲像一个独轮车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是经济和政治双轮驱动 那就像一个自行车 到了2000年中非核论坛成立之后 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领域合作可以说越来越广 那就像一个小轿车 到了现在我们讲现在中非关系已经超越了这种的中国和非洲的层面 已经到达到了这种的全球的这种南方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甚至全球战略这样的一个层面 我想这样的话就像坐上高铁一样 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同时我们谈到中非关系是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那什么是新型国际关系 我想大概就12个字 就是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互利共赢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中非关系这种生动的体现 相互尊重 我们中国现在虽然说是一个大国 现在我们的综合经济体排到全球第二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国际变化的这种国际地位的这种提升的话 对非洲产生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些表现来讲的话 确实是给中非关系或者给中的世界 中处理中的国际关系树立这样的一个典范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天 习主席在与多位非洲国家元首进行会晤的时候 都提到了双边关系提升这样的关键词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习主席宣布 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关系 都已经提升到了战略关系这样的一个层面 我们可以说如此密集的双边关系的提升 在国家交往当中其实是并不常见的 那赵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 集体刷新的关系定位 这对于未来来说有着什么样非凡的意义 我觉得这对中国外交来讲也是一件大事 就中非关系有高度 有深度还有广度 从高度来讲这次是中非关系 包括中国同建交国都在提升 包括所有的建交国都提升到战略层面 这是有高度 而且另外一点就其实说的通俗一点 就在中国人心目当中 在非洲老百姓心目当中 中非关系其实更多讲的是中非友谊 就这个超越了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他讲的是更高层面的友谊 另外一点就是要从全世界找 一个国家对整个一个大洲的所有的国家 关系都很好 我恐怕觉得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就一国家整个对一个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 彼此都是相互信任的 所以这就是有高度 另外有深度是什么呢 非洲是54国家组成的一个大陆 很多国家对中国有长期的友好交往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次其实讲到整体刷新 其实要细分的话 其实有些国家在这次峰会之前 已经是建立了战略关系 比如说埃塞俄比亚2023年 比如说塞拉利昂2016年 那这次还有很多国家不是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整体提升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比如像卢旺达 也是东非发展很快的一国家 对华也很友好 那么这个有广度指的是什么 就合作的领域很广 所以刚才讲到了 过去我们主要是一些基础设施 能源项目 但现在人文交流 农业 甚至包括跨境电商 合作领域越来越多 所以也有广度 我其实再讲一个小的细节 今年其实在我看这次峰会之前 其实我有一个担忧 就非洲今年是全球大选年 非洲的大选也很多 将近20个非洲国家要进行大选 换句话 这些国家内部事务很忙 但是能把国内事务放下 来到北京开会 这也体现了中非关系不同一般 是的 也体现出了双方之间的一种信任 其实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我们还注意到在多边关系上 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 中非关系也是经历了关系的多种的变化 定位也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从新型伙伴关系 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可以说这样跨越式的发展 习主席还宣布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到了新时代 全天后中非命运共同体 李先生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这个新时代和全天后 这个崭新的定位 确实这一次的新定位的话 有两个关键词 就刚刚您提到了 这个新时代全天后 我想新时代这个新呢 就是凸显了中非关系 需要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大边局之下 中非关系要顺势而为 顺势而动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 要怎么样抓住 现在新时代的新的机遇 共同创造新的机遇 这个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 至关重要 同时我们也知道 这个变局之下有很多乱局 我们来怎么共同应对挑战 这个也体现了中非高水平的 民共同体 同时我想的另外一个新呢 就是体现在这种理念上的新 而这一次习主席提出了六个现代化 我觉得是对这种现代化 道路的这种全新的 这样的一种创新跟阐述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合作领域的新 我们提出的这个十大这个伙伴计划的话呢 有很多是新业态 新领域 而至于你谈到的这种全天后呢 我想这个全天后 我注意到的是 在这个中国和所有的这样的国家之中 只有和非洲这个大陆 用了这样的一个全天后 这样的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定位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就说明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我想中国和非洲都始终坚定地支持对方 我们通常讲 中国永远会站在发动国家的立场 支持非洲 中国的一票永远输于非洲 在今天的主持讲话当中呢 习主席还引用了一句 非洲的谚语 叫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下面的一个短片呢 我的同事何言科 带你从三个维度来看看 中非为什么是实现现代化的同路人 是可靠朋友 是真诚伙伴 提到合作愿景时 非洲领导人为何 平平这样形容中非关系 今天我们带您从三个维度 看中非为什么是实现现代化的同路人 牛油果 菠萝 咖啡 花生 是很多人餐桌上时常出现的食物 但你知道吗 这些畅销好物不少是来自非洲 而在非洲大陆上 中国制造的手机电动车 正在成为当地的抢手货 中国出现更多的非洲产 非洲出现更多中国造 经济上的强大互补性 让中非找到了互利共赢的空间 中国连续1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非洲国家也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速 要想赴 先修路 大家一定都听过这句话 今年2月 我去钢果部拍摄国家一号公路 当地民众说 这是一条希望之路 繁荣之路 常年在这条路上 跑运输的司机告诉我 以前要走七天路 现在只要七个小时 钢果部总统萨苏更是感叹 这条公路的建成 为我们国家带来的一场 真正的变盒 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是非洲发展的基石 也是非洲国家的普遍期待 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 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 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 公路近10万公里 桥梁近千座 港口近百个 这些共建一带一路工程 让中非在现代化的 康庄大道上携手同行 我现在是在中非共和国 宾博士 我身旁全是大片的 太阳能光伏板 这是中非共和国 第一座光伏电站 也是由中国原建的 光伏电站 萨卡伊电站 那有了中国原建的这座光伏电站 加上另外一座中国参与的 光伏电站 以及一座水电站 基本上能够满足 走多地区的用电需求 给当地人的生活带了 很大的改变 类似的故事 不仅发生在中非共和国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 正在求智向心 布隆迪 鲁齐巴奇水电站 南非 德阿峰电站 中国在非洲实施的 数百个清洁能源 和绿色发展项目 让非洲发展有了心动静 不少当地人 在这些合作项目中 边学边干 非洲国家迫切希望 实现自主发展 中国一直给予积极支持 契合非洲现代化发展所需 助推非洲从依赖书写 向自主造写转型 独行快 众行远 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4号起赛北京举行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 也定能更上一层楼 刚才我的同事何言科 从三个维度为大家讲述了 中非之间为什么是 现代化的同路人 其实无论是在双边 还是多边场合 可以说现代化 始终都是本次峰会当中的 一个不变的主题 我们也注意到 在今天的主持讲话当中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要携手推进 六个现代化 当然这六个现代化当中 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提法 包括人民至上 生态友好 多元包容这样一些字眼 赵先生 您认为这些提法 在展现出中非现代化进程当中 什么样的前进方向 又体现出了 什么样的时代特点 我觉得推进六个现代化 就充分体现了 就是非洲所需 同时尽中国所能 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六个现代化 其实为什么提得这么具体 就是这些事情我们要做到 提得越具体 可能我们就要越要推进 不是泛泛而谈 而且很多的现代化的内涵 有特点 有中非合作的特点 你比如说人民至上 其实过去到非洲的 很多西方国家也不少 但是很多合作是资本至上 甚至很多提出了 很多苛刻的条件 但是我们没有提出 苛刻的条件 大家要真诚合作 所以人民至上 就是使现代化 要让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增强 要让老百姓在中非合作中 这个有获得感 这个老百姓不仅包括非洲老百姓 也包括中国老百姓 就是人民至上 不是资本至上 再比如说生态友好 其实非洲大陆 也是生态脆弱的地方 就是恰恰是气候变暖 遭遇挑战 也是最严峻的一个大洲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生态友好 我们有好的光伏技术 新能源技术 所以现在这些年 中国的很多新三样 也进入非洲 你比如说有一个叫菌草技术 菌草能够脱贫 它可以产蘑菇 但菌草技术 也可以防水土流失 包括前面讲的电力的项目 其实非洲很多国家缺电力 但是怎么样绿色可持续 所以中国企业都在践行 再比如说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其实前面我看到纳米比亚总统 在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 其实一个很巧的细节是什么 中国是非洲的和平的 重要的关键力量 就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 而中国在很多年前 首次参与维和 就是在非洲纳米比亚 我记得是1989年 中国首次派出维和人员 参与国际维和事务 就是在非洲 就是在纳米比亚 所以每一个现代化的点 其实过去在做 但现在更聚焦 要更高水平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讲的一句话叫 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要提到这么具体 就是要我们怎么来 具体的进行实操 所以习主席在这样讲话当中 不仅提出了一些理念主张 而且提出了行动的举措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的三年 中方愿同非方开展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 十大伙伴行动 其中的第一条我们注意到 就是文明互建伙伴行动 在具体的措施当中 还提到了打造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 今天的峰会通过的宣言 也是同样在靠前的位置提到了 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 那李先生 中非之间 为什么会把文明互建 放在中非面向 未来的十大伙伴行动当中 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我认为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呢 而且它是紧扣了这次峰会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现代化 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 而我们说非洲要探索 符合自身道路的现代化的 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呢 它必须首先建立 这种的文明和文化的自信 同时呢 要吸纳各种文明的 这样的一种成果 而且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 一个国家走向成功的现代化 它必定是这样的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借鉴 能够通过沉淀 通过创新 来形成了这样的 自己的一种现代化的 这种的一种模式 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话呢 其实西方把这种各种文明 分成了三六九等 然后呢 必须按照西方的路径呢 来推进这种的现代化 可以说那非洲的话呢 它其实它的文明是受到忽略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提出的 这样的一种文明互建 把它放在首位 就是要破除这种文明的一元论 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对抗论 和文明的优越论 同时来讲的话 它也体现了这种 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我们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 首先你得是这种的 理念上要有共识 共同 才会有下面的这种 具体的这种战略合作 所以说呢 我们建立了打造了很多的 这样治国理政的 这样的一种平台 就是为了挖掘各自的 这样的探索自身 这样的一个治国理政的 好的经验 然后形成 共同推动 中非形成新的这样的 一个战略共识 我们也注意到 十大伙伴行动当中 还包含了贸易繁荣 产业链合作 兴农惠民 还有绿色发展等等 可以说呢 这些都涉及到了 中非发展的各个内容 也占了伙伴行动 半数以上的内容 其中还不乏像这样 扩大开放 科技创新 高质量等等这样的词语 赵先生我们知道 您对一带一路 中国倡议在海外的推进 有非常深的体会 那么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到现在的十大伙伴行动 中非务实合作 在未来还有哪些合作的潜力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确实是中非合作 包括中非现代化 确实是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 我们讲我们自己 就是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 中方加起来28亿人口 对 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两个规模巨大 所以这样的 它确实它有难度 就现代化是有难度的 而非洲国家 确实难度很大 很多非洲国家讲 我们还没有实现工业化 那就直接跳到了现代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分享经验 就中国是怎么样 从改革开放45年到现在 特别是新时代十多年 我们实现了两个奇迹 经济快速发展 然后社会长期稳定 那么这个现代化 确实需要务实合作 很多领域 有传统领域要夯视 但是又要发现新的增长点 比如说这次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前提就是工业化 当然也包括农业现代化 这里面有经济发展 有民生问题 有社会稳定 所以在这方面 比如说我们会推进 鲁班工坊建设 鲁班工坊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帮助非洲国家 培养职业技术的工人 有工人 有技术 有工匠才有工业 再比如说中国市场 向非洲农产品开放 扩大准入 所以这些都是针对性很强的 再比如说互联互通项目 你要讲到体验的话 我记得在2018年6月 当时在18年9月举行 上一届中非合作乐团峰会之前 我到非洲做调研 影响很深的是当时在埃塞俄比亚 那埃塞俄比亚在非洲 还是一个经济的大国 发展试图也很好 干部我们在交流 我在分享 他听得很认真 但突然间电停了 就这国家严重缺电 埃塞俄比亚还是在非洲 不错的国家 有的国家没有马路 板有马路 没有电站 所以没有基础设施 所以这次合作也强调 未来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还有特别一点小而美的名声项目 是的 我们刚才也注意到 这次无论是六个现代化 还有十大伙伴行动 都提到了安全这个词 那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在非洲率先实现 共建全球安全倡议 要率先落地 另外中非之间的安全合作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六个现代化里面 包括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这种行动计划里面 都是有安全 而且安全是放在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并不是代表它不重要 而且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托底的 因为没有这种安全的发展的话 是不可持续的 而我今天上午 然后在人民大会堂 也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 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其中都提到这个安全 其实非洲现在面临的 这样的一种安全赤字 还有它的和平赤字 这个是影响非洲发展的 一个瓶颈的问题 而我们中国这些年可以说是 非洲安全方面的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比如在维和领域 刚刚赵老师也谈到了 我们可以说是 非洲最大的一个维和力量之一 我们既给钱 我们也出能 同时来讲的话 我们在地区斡旋 我们设立了非洲自脚特使 可以说这些年 大大缓解了非洲自脚的 这样一个紧张局势 还比如说我们在一些 国际重大问题上 比如像乌克兰危机 可以说中国和非洲 在乌克兰危机上的 这样的一个都有相同的 这样的一个共识和高度的契合 可以说本次峰会 还通过了宣言和行动计划 这两份成果文件 可以说是对过去 中非合作的一个总结 对于未来中非合作 进行了一个规划 赵先生在您看来 在新时代的中非关系 应该如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又会对全球南方的现代化 人类共同发展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要打造全球南方合作的样板 因为中非关系和全球南方 是相互注意的 没有中非关系 恐怕全球南方就很虚 有了中非关系 全球南方就很实 同时全球南方又会进一步 推动中非关系 所以这是相互注意的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讲这个世界是变乱交织 各种复杂的问题都陈出不穷 变局很多 乱局很多 而中非关系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增添它的确定性 人口全球的三分之一 国家总数 中国家 非洲 所有的国家 我们的建交国 占到全球国家的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未来为全球发展提供确定性 可以说中非之间的关系 是穿越时空 跨越山海 那么也相信这一次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能够让中非之间 在共建高水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共同的事业上 能够添砖加瓦更进一步 也相信在元首们的剥话之下 这一份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 能够走向新的辉煌 也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 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中非关系的发展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 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 到九项工程 再到十大伙伴行动 中非合作持续提制升级 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 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 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 共同推动世界 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